中央社巴格达24日综合外电报道 伊拉克军方指出 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 Syrian Democratic Forces 今天试图收复伊斯兰国 IS 于去国东部最后据点 同时还遣返了280名伊拉克圣战士回国 法新社报道 伊拉克军方声明表示 叙利亚民主力量已经拘留了大批IS战士 他们来自许多国家 其中包括500多名伊拉克人 声明写道 目前为止已遣述280人伊拉克人 军方声明还指出 叙利亚民主力量遣返伊拉克IS战士 将持续到完成为止